我们在选择列式题选择第二类里面的第二零二题按确定 那在系列底下会产生一个这个档案 WPD01到时候的话呢把第一改成A就是你的答案 再做评分 首先的话开启这个档案 那开启之后呢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跟完成档案的差别其实蛮大的 完成档案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三支十四页下方 这个题目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主要比较难的部分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他要我们把它排版 排成像这个下方 各位可以看到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呢这地方呢需要用到所谓的定位点 而且他需要呢我们排的跟上面这个是对齐的 那怎么做呢 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题 设定标题 设定标题 左右缩排一公分 分散对齐与后段距离一行 那设定的方式呢第一个 先把游标放上面 按一个段落就可以 段落下方这边有一个 一个箭头的地方 那他这边第一个呢 他要求左右缩排一公分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把它改成一公分就可以了 缩排一公分 再来的话呢分散对齐在这个地方 对齐方式里面呢会有个分散对齐 有个分散对齐 那与后段距离呢 这边有个后段 后段距离 然后呢他预设是 零行 那这边把它改成一行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第一题就完成 按确定 看到结果会像这样 第二个的话呢 将紫色文字段落分成三 三等蓝 所以第一个呢 先把紫色文字这个部分的选取 选取之后呢 再来就是设定蓝 蓝呢是在版面设定 版面配置里面 会看到一个蓝 在这个地方 版面配置 蓝 蓝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要做一些进阶的设定 所以蓝的地方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有个其他蓝 那第一个呢 先选3 再选它的间距 间距部分呢 是0.5cm 所以它原来是自圆 你把它改掉 0.5 输入单位是cm 接下来的话呢 分隔线打勾 因为它这个 这一题需要分隔线 按确定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分隔线 这个蓝的部分就做完了 再来的话呢 将这个项目符号 改为这个图形 那所以呢 我们在常用里面 就会有一个叫项目符号 在这里 项目符号 点旁边的箭头 定义新的项目符号 定义新的项目 那从图片里面呢 去找那张图 那图也是一样 汇入 跟那个power point一样 在c跌底下 会有那一张图存在 所以找一下这一张 w 在c跌底下呢 找一下 这个项目符号 选这一个档 选这个档案新增 那新增进来之后呢 这边会有两个档 会有两个 一个是叉叉 一个不是叉叉 就选这一个 选这一个就对了 因为有个叉叉 它就等于是读不到档 那这一个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再按确定 那这个地方呢 就会产生项目符号 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这个 这个大小的部分 这个地方大小部分 等一下 只要选它之后的话呢 把它大小改成20 把它改成20 接下来的话呢 对其文字垂直 至中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直接点一下段落 段落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垂直位置 一般呢 很少用到这个地方 那不过呢 如果你遇到 如果是垂直位置 记得就是中文印刷样式 那这边的话呢 对文字对齐方式 预设是自动 那就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自中 这个是垂直的设定方式 按确定就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 它要我们把青色的 青色的包括什么呢 在底下这部分 将青色往底 区域上的所有的 这个位置 对齐红色文字段落上的 定位停住位置 也就是说呢 我要对齐上面 那首先我必须呢 做一件事就是说 我要先知道 这个上面的红色位置 它的定位点在哪里 那定位点的 首先我先选取它之后 按这个段落下面这个箭头 就会有个定位点的按钮 这个定位点按钮 在握的2003的位置 跟2007不一样 定位点点下去 那点下去之后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有 123456 六个定位点 也就是说 它放的位置在哪里 那原则上0就在这里 17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说 这边到这边是17个字元 再来24 31 37 42 所以这几个数字 你要把它记下来 24 31 37 43 接下来的话呢 它的对齐方式 只有0是靠左 其他的话呢 都是靠右 你要记住就是说 只有第一个是靠左 其他都是靠右 好了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先把这个记下来 之后 接下来把这个底下往底 青色往底就这个范围 往下记得要包含 下面的部分也要选取起来 记得包含底下也要选好 选起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设定定位点 那就根据刚刚的那个部分定位点 去设定这个范围的定位点 那设定的方式很简单 第一个输入0 一个一个来做就对了 第一个是0靠左设定 第二个是17靠右设定 24靠右设定 31 这个不用改 37 设定 43 设定 12345 转过6个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呢 按确定呢 你会发现它就会刚好对齐 0 然后这边就17 17而且是靠左 24 31 37 43 43 这样就对齐了 你会发现 它定位点的作用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定位 这个设定它的位置方在哪里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如果是17是在这里的 那因为它是靠左 所以是在这个位置 靠左是在这个位置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下一个是将黑色的 黑色的这个文字 设为这个字型 那这边黑色的字呢 包含了 一直到下面这里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要设定的话呢 选取的时候特别注意 如果我只是选取要选 选黑色 你会发现也会选到 这个蓝色的字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样来选呢 以前有 就在这个WORD 2003里面 有一个方式 按Ctrl键 可是Ctrl键还是要慢慢一行一行选 按Ctrl键就多选的意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快速的把这个范围选取的话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先在检视里面 比例可以先再说 说小一点点 75%好了 这样会比较可以看到全部 或者更小一点 接下来呢 有个比较 有个技巧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多选 当然Ctrl键是一个一个 那这边有一个LT键 LT键是你可以用范围的选取 LT键按住之后的话 你们键盘上就LT键按住 然后往下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只要 假设我今天要选的是 某个范围 那我就按LT键之后 再往右下角拖拉 黑色的字呢 就会通通被选取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设定什么呢 它英文字型的部分 所以我这个地方在字型的这个地方点下去 那英文字的部分呢 我就选择 它要我们是那个Area的字型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找到这个字型 Area的字型 接下来的话呢 深红色 深蓝色 深蓝色在这里 这个是深蓝 字型 深蓝 接下来的话 取消出体 那它原来的字是有出体有写体 所以呢 我只要把这个字型样式改成写体就可以了 1 2 3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取消出体 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呢 我们得到的结果 就像这样 那最后你就把它另存心档 PPA02 PPA02 按储存 那这样就可以来评分了 这个地方 那个蓝的部分 因为它自动 这个如果你输入0.5cm 这是公分 是cm 不是字元 所以这边如果你输入0.5cm之后 它自动会转成字元 自动会帮你转过来 所以这样是正常的 三字元 然后分格先按确定就可以 其他的话大概是这样 那最后的话你就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来评分 那确定 WPA 好 那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的话我们来评分 这个评分的话就 WORD里面评分 第二类的第202这一题 那实际上它是做那个比对的 如果说你的格式是正确的话 它基本上拼出来呢 就会是满分 就会是满分的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十分 那每个评分点呢 它都会产生 就是如果你有做错的话 它就会有出现 是不是正确 那你如果要重新再把它修改 存档之后 有的时候大概都可以 都可以重新评 但是有的时候 你因为你修改次数太多了 有一些旧的格式还存在 所以你怎么改都会评不到满分 那建议你是重做 会比较快一点 好吧 画面还给各位 好